有台南奧海向基青的321向街市主流 对开放到建材已经卖到第六档 因为市府就要来进行经营业工作 所以在经营业业业文化局地北基盘 一会在专业业业业业业业 联请朋友在四位七合业业拥有参业 昨晚日是分离321项街市主流 是很多人打卡那种地方 也有很多街市家建筑在这里 由今天开始一直到四位七合 中有这一会的出别业业业业业 在这里是适合建筑的最后一个大型活动 所以民众千万不能找过 你来到这儿呢 你可以享受到在别的园区 所没有的临近 跟那一种特殊的氛围 我想这个都是大家喜欢来到这边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是因为这些房子呢 其实也即将要进入修复期 那他们我们已经争取到这个 古迹的修复的经费 那即将要展开整个园区的全部的修复 配合这厨店南 此后也出版《逆光》 重现并配厂这本车 这里不仅是用商品 当时用问题记录很多过去的灵魂理事 那么为艺术创作了 像我父亲住进来以后 他的因为在这个宁静的区块 他的风格有很大的转变 那其实艺术家 他就如同哲学家一样 他不是只是用很 很直接的写实去画东西 而是他知道是经过哲学的思维 那个是已经很 有些工厂已经很荒惠了 你可以从书上里面看出来 可是我一点都没有害怕的感觉 因为从里面真的像老师讲的 就是充满了一个哲学的思维 这样我就想 哇这个世界还有剩下什么东西 你可以把握住 时间你一定完全没有把握住 那我们睡也是跟时间非常有重要的 这次华东 刚才有各种艺术作品的电影以外 在判定的时间也有提出企业 有幸福民众可以在旁边早晨 把时间在最后适合进行 来自着充满理事会业的消炉行 作为发现321项会是组络 到有的业绍文化 记者成语 北区彩虹博德